中心兄弟时隔四年再度举办 板神甲子园主题日 吸引大批球迷前来共襄胜举 但日前曝光的主视觉照片 却少了代表性的板神球星林威柱 让不少球迷直呼无助无法接受 我护住 我护住 集结高喊口号 自发性准备口罩 海报 扇子等应援小物免费发放 上头的图案字样 全都是为了力挺林威柱 在卖票完之后隔天 林威柱突然被换下来 我们都很错愕 所以想透过这样子的比赛 就板神日的活动部分 然后大家邻居力量 然后把我们的生意传达给林威柱这样 我们今天进球场是在一个板神日 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里面 去让威柱知道说 我们都一直支持着他 星球季就是你到哪里我都会支持你 因为林威柱过去担任中信兄弟总教练 连续两年带领球队拿下中职总冠军 不过球团在5月10号突然公布人事异动 总教练改由彭正敏担任 林威柱则转任海外发展顾问 投下震撼弹 其实大家都还希望球团可以出来说明 为什么要换掉他 他带领球队夺冠 然后一声不响的就被换掉 所以这是我们这些球迷不能接受的地方 我有很多朋友 他们本来买的票就不进场了 寒言的部分我就不一一回复吧 对那站在球团的立场绝对是从这个球团的苍远规划 人员的调整拿来做考量 冠注引发渲染大波也让球迷相当不舍 期望透过自发性的声援活动为林威柱加油打气 参与最后王子女最后